而且剛剛有看到Bloose嗎? 沒有看到 你們小心啊 吃過飯沒有 吃過飯沒有啊各位 不要小心 慢慢走 請問常明地在哪裡 姐姐有選好常明地的嗎? 常明地是常的嗎? 姐姐有選好常明地的嗎? 不要看到 不要看到 小心小心不要看到 小心小心小心 天后李文危機兩天的告別式終於告一個段落了 最後一個行程就是來到位在中環的餐廳 全家人一起來吃這個解惠酒 所謂解惠酒的意思就是當喪禮行程告一個段落 施下見頓之後就代表說整個儀式是代表了圓滿 不過在剛剛稍早的時候也就是在火葬場的現場 這個李文的老公Bloose是有現身的 是一個插曲 也因為他的現身被很多的粉絲痛罵說 還我李文對此二姐李思琳有沒有見到Bloose本人呢? 他給出回應 二姐剛剛有看到Bloose嗎? 沒有 沒有看到Bloose 沒有 沒有看到Bloose Bloose嗎? 沒有看到 你們小心啊 吃過飯沒有 吃過飯沒有啊各位 不要小心 不要慢慢走 慢慢走 好被問到這題 李文的二姐李思琳他低調表示說他並沒有看到Bloose 而隨後呢他因為知道現場的很多媒體都是等他一兩個小時 他也很關心大家說路要好好走 大家有沒有吃飯呢?非常關心大家的身體 此外也被追問到說 那麼Coco的長眠地會在哪邊?他責避而不達 那麼整段路呢其實他自己感覺也是需要旁人的攢扶的 想必在這樣子的事情打擊過後 還需要好些時間來平復自己的心情 謝謝大家